财经好难 理财好难 股市好难 不难 你想知道的全都在 白话财经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联合报制播的联合开趴 您所收听的是白话财经 我们看到虽然今年许多的国际科技大厂 不断有传出财源的消息 但是呢 其实在这个科技界也有一些好消息哦 特别是下面板业 它似乎跟以往有很多不同的新的气象 但有非常非常多令人惊艳的新发明 在最近陆续的问世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特别的邀请到 我们主跑面板业的马瑞璇 马小姐到节目中来 帮我们一一介绍这一些 非常有趣令人惊艳的新发明 我们欢迎瑞璇 哈喽大家好 瑞璇首先啊我们想请你帮我们谈谈看 最近呢依照你对这个面板业发展的观察 最令你惊喜的发现大概有哪些 我觉得今年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大概就是MicroLED这个技术终于要量产哦 大家可能听过就是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来想象一下 家里的电视这件事情哦 我们在20年前的时候 在看电视的时候 大家应该还记得都是那个 笨笨重重大大的那个CRT电视 对那种的 对那种很大的传统的 然后那时候其实那种CRT电视也是越做越大嘛 可是其实它一直有一些技术的限制 那直到2000年后 我们开始有LCD电视 然后再开始有一些包含有些什么电章电视技术啊 甚至到现在最近这10年最红的就是Allay技术 但其实对于面板厂来讲 他们都一直在思考说 那接下来到底我们到底要用哪一种技术 可以一直让我们的电视的画面呈现的更清晰 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家里看电视 应该都最有感的一件事情就是 以前的电视画面怎么会好像 怎么没有那么 应该这样讲 我最近在看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电视 呃某一个电视频道最近在重播20年 有一处很红的日剧叫做 152颗 那你用现在的电 我有看过那一部 对 我有看过那一部 对 对然后当你现在用比较清晰 我们现在家里大部分都是LED等级以上的电视 大概都有10807以上的这样的画质 所以当你用现在电视去看当时的那个树二科的这个剧的这个画面的时候就会觉得 画质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真的你就会觉得那个画质好像呼呼的 很清楚对啊对对对然后到现在开始你就会觉得 哎这个整体的画质等等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其实就是我们在面板技术上面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新的眼镜 那也是让我们现在在看很多你就会觉得哇有一些 比如说尤其是有些像Discovery这种频道 他们在拍一些壮丽的山盒或是很贴近一些小公路的时候 看起来就更勇敢了这样 对你都会觉得好贴近这些 真的是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一些特别的生物或是风景等等的 所以我们的面板厂或是我们的电视品牌厂 他们都一直在思索要怎么让这样子的科技不断的往前演进 那到现在呢 我觉得是以我们台湾来说 应该大部分人的家里都是薄薄的一片嘛 但是这一片大概大部分的人可能用的都是LED的电视 那也有一批比较可能希望画质更好的 他们就会用OLED 那在这两个技术之外呢 现在比较新尤其在这两年 比较红的是miniLED跟microLED 那mini跟micro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他们的发光的精力就越来越小越细微这样子 那尤其到microLED 那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面板大厂有的 就是说这个技术他们研发了很久 他们从2012年了 就是大概10年前左右的这个时间 他们就已经开始在不断的研发这样子的新技术 到现在几乎是10年有成 那到今年终于它要量产了 而且这个技术还必须要串联上下游 比如说串联到LED就是上游的精力 然后到下游还有一些解决方案 所以其实像今年我们在4月份这个Touch台湾展上面 大家就是这些厂商们一起很开心的宣布说 我们今年microLED这个技术要开始量产 所以对面板界来说今年最大的惊喜大概就是这件事情 嗯 了解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而且是一个上游跟下游的厂商 彼此串联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这样子 其实像我们很喜欢去旅行啊 看大自然风景的这些的 可是我们现在透过这个最新的这个面板的科技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棒的一个临场感 对不对 对那些壮丽的山河啊等等的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瑞璇 就是说 当我们的这个microLED进过量产元年之后 有哪些最令人瞩目的这个创新应用的面相 嗯那我觉得我先来简单的很简单 告诉大家说microLED 哇这个名词听起来就非常深奥 对但是我很简单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microLED现在是大家这么重视 基本上因为它就是精力越来越小 所以它生产出来的新的面板呢 它有一些比较特别优势是以前面板没有的 比如说它的亮度很高 那它的对比度也很高 然后色域也相当的广 然后尤其它的也是广视角 它这些优势其实是以前几个技术 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好的 那为什么要特地强调这个高亮度跟高对比呢 我请大家幻想一个科技电影里面 可能才会有的画面 比如说我们常会在科技电影里面 就看到那个透明的玻璃上面 就会显示非常多的资讯 所以很多人可能可以从这个透明 它可能平常只是一块玻璃 可能就真的只是放在你的办公室门口 就是一块玻璃 但是如果它一通电之后 可以告诉你说 这上面有一些资讯板 告诉你今天的天气是什么 或是告诉你说 不好意思这个会议是接下来可能谁要使用 所以其实它的功能呢 其实大家最期待也就是它 当它是一块平常的玻璃 但是当它开始有资讯在上面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读取 那也就是大家对MicroLED特别期待的原因 那就回应到刚刚我们跟亥伦姐问我说 那这个MicroLED就是它出来之后 它会有哪一些新的应用面向 我觉得我先来举一个 我觉得可能跟大家最有关系的 最有关系的就是呢 第一个我觉得在去年 据我了解就是去年的这个 亚湾油 它去年在亚湾油打造一个透明的 MicroLED的智慧渡轮 据我所听到说 这个渡轮上面 就是它有一个60寸的 MicroLED透明显示窗 也就是说当你坐这个渡轮出游 就出行在这个河面上的时候呢 你行进到哪个地方 平常这个你要穿透出去 你要看外面的风景 它就是一个透明的玻璃 可是当比如说到了这个奇经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把这个奇经的小故事 告诉你说 这个奇经上面有什么 比如说有什么新营妙 或是有什么特色 或是有什么的 什么节 就是什么样的 什么音乐节 或什么样子的啤酒节等等的 活动在这边举办 它就可以把相关的资讯 显示在这个上面 这个是目前我听到 他们已经有真实应用在一个 渡轮上面的这个应用 那接下来的话 其实你看如果我们在渡轮上面 都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应用 那接下来 大家就开始想象说 渡轮可以用 那像我刚刚提到说 智慧这个办公室 那就像我觉得应用在办公室里面 平常它就是一个透明的玻璃 比如说你装设在会议室的门外 那这个玻璃上可能就平常看进去 你会觉得很清爽 你看到会议室里面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状况 但是当比如说这个会议室被同事们借走了 那这个借的时间可能比如说是三点到四点好了 那这个门一关 这个智慧的透明的应用上面 就会可能会告诉你说 不好意思 这个会议室已经几点到几点被借走了 请你这时候不要进入到会议室 也不要打扰到大家 那这个是比较大片面积的 可能这都需要60寸65寸以上的这个MicroLED面板 才能做到这样子的应用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我们这几年都在讲所谓的自驾车 都在讲所谓的电动车 然后大家最想把电动车打造成一个是什么样状况 就是它能够成为行动办公室 大家就会想说行动办公室 所以我就是我开车的时候 我可能必须要有扬声器 所谓扬声器就是有speaker 就是我比如说我在车上 我可以就是不用手拿iPhone 也不用在那边 就不用都忙心忙 就是可能我只要在车里面讲话 就自动就会有这个收音系统 它就会感知你的声音这样子 对 然后当你 就是它的那个 它的玻璃可以感应你的收音系统 这就是它的扬声器可以感应收音 但是如果你需要看资讯 你这样低头看这个电脑 总是会觉得好像不太不太OK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这样的资讯 放在你的车窗玻璃上面 也就是说你的车窗 我们现在看起来都是透明的一片 但未来可能这个车窗上面 也可以就秀出你电脑上面的所有资讯 跟你开会的资讯 所以大家其实对于这样micro LED 未来可以应用在汽车上面 其实大家都觉得 这个玻璃上大家是有点期待的 而且已经有蛮多人开始在研发这个东西 那当然除了这个透明的玻璃之外 那像最近我们其实也知道就是 我们会谈到所谓的智慧坐舱嘛 那以前的智慧坐舱的这个系统 前两年比较停留在的状况是 比如说我的智慧坐舱我在开车 我在跟我的那个智慧坐舱的 不管是Siri或是什么样 就是在跟他们讲话 我们可能只能进行很简单的对话 然后告诉你说 如果我现在想要开车到一半 我想要找个餐厅 那这个可能智慧坐舱的助理 他就可能会从他自己的那个电脑里面搜寻 说这附近有什么餐厅你可以过去 那前两年的系统发展大概是这样 但是到未来的系统发展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未来智慧坐舱 包含连他的方向盘都有特殊功能 方向盘都有特殊功能 方向盘都有特殊的功能 蛮令人惊奇的耶 对啊 对就这个方向盘的功能其实是 比如说就是那个 你手握上去之后 这个方向盘 他可能就会自动侦测你现在 就是现在你这个驾驶 你这个驾驶 他坐上去之后 他的心跳快不快 正不正常 或是有些什么样特殊的健康状况 他这个整体的应用就可以 回到你的这个仪表板上面 就这个仪表板上面 他可能就是 除了原本的仪表板功能之外 他可能也可以显示一些 就是这个驾驶 他的一些现在的身形状况 这样子 对 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是 达根工研院他们都有展示这一套技术 然后他这个仪表板 他的面板显示是用microLED做的 那但我就很好奇啊 那为什么我一定要一坐上去 就要侦测这个驾驶的心跳呢 那他们就有跟我分享 讲说 因为我可能自己 我是一般人 我是一般的驾驶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比如说小黄的司机 就是我们计券车的司机大哥们 或者是说可能要开货车 那种比较长的货车司机们 他们有时候老实说 真的他们工作很辛苦 那也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想要 嵌景气不好 多跑几趟 可是多跑几趟 可能他的身体的目前状况 没有办法复合那么多 所以当然一坐上去 比如握上这个方向上盘 如果汽车可以在这个 你发动 就或者你开启之前 就告诉你说 诶驾驶你现在的身心状况 可能不是那么好 要不要就休息了 不要疲劳驾驶 所以其实这个新的 智慧坐舱的方式 其实是让整体的驾车 是更安全的 所以大概就会有 这几种新的MicroLED的应用 是在今年会大爆发的 嗯 了解 所以刚刚瑞玄介绍的 这个很有趣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说 我们坐在我们的这个汽车里面 还可以就是 有人帮我们做这个见解 有没有 就是透过这个智慧仪标 帮我们做见解 而且就是我们需要资讯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去透过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玻璃 我们看似就是说 没有什么 就是说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个玻璃 因为它可以发挥 这么大的一个功用 那接下来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除了刚刚瑞玄 你所介绍的 就是说这个健康状况的感知啊 然后还有资讯的这个提供啊 聊天啊这些的 那像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说啊 就是说这个生物辨识系统 这个部分现在运用的层面 非常的广泛 那所以说在这个面板 跟这个生物辨识系统 这个配合上面 他是不是说在这个汽车的这个应用层面 他还有哪一些新的突破呢 对其实还蛮有趣的 在于是说 其实大家前两年啊 听到鸿海要推电动车 所以大家都会说 哇塞鸿海这个电动车 到底有什么新功能新亮点 啊那因为我有去现场看了一下哦 我觉得它的蛮有趣的 在于是说 我们大家现在在开车的时候 大概要使遥控器 就是我们开启车门 就是最方便的方法嘛 或是你知道 现在就是反正遥控器 走到车旁边 可能就可以自动开启等等 大概是现在最常使用的 就是这几种方式 但是呢 未来的方式也很有趣哦 它可能会可以用 所谓的生物辨识 所谓的生物辨识 就是呃讲白话一点 就我们现在大家可能很常会用 所谓的指纹辨识 或是用所谓的人脸解锁的部分 那那时候我在看就鸿海 他们的电动车上面 就有一个功能是 呃人脸解锁部分 也就是说 当你这个人 你靠近你的车子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有这个感觉 sensor跟camera 就开始自动开启来 确认说 诶今天来开车的这个人 是谁呢 哦 是我们的车主 好 OK 就是他就可以自动解锁 那除了我之外 可能我的家人 偶尔也会想要就是要 开一下车 或者是说 就当然我觉得 一家的driver 可能不只有我一个嘛 那所以就可能就说 诶当我可以设定 比如说可以开启这道车门的 有谁 可能有我 可能有爸爸 或者是有先生 或者是还有其他人 爷爷 他们平常可能也会开这台车 那我就把它一起设定进去 所以当只有我们自己人靠近车子的时候呢 诶他就可以解锁了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打开车门 就坐上去就开车 所以未来会很有趣的在于是说 就是过去这个人脸辨识的部分 在汽车上的应用 就是可能还只是一个demo 所谓demo就是 他可能只是一个示范演示的应用 可是接下来其实有蛮多的厂商 都在做这个相关的应用 所以可能真的在不久的未来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新的车款上面 看到这个人脸解锁的模式 我觉得这应该是蛮有趣的新应用这样 嗯对啊对啊 因为就像你讲的 其实不只是一个人 你的家人 其实他们都可以来用这个人脸解锁 只要他们往这个 就是说汽车前面一站这样子 然后那被辨识了之后呢 然后就OK了 诶其实这个真的是让人深感 就是说这个microLED 他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提供的这个便利性 真的是无缘符解这样 诶然后接下来啊 我想跟那个瑞璇请教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很多人 他们喜欢就是说养鱼啊什么的 然后他可以放那个水族箱 那水族箱的话就是说 他一方面呃好看 然后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养鱼本身也是一个很牢豫的事情这样子 那我想请问一下啊 现在有没有那一种就是说 跟面板结合的那种智能鱼缸 AI鱼缸这样子 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说这个新的这个发明 有耶 其实现在有所谓的新的AI鱼缸的这样子的应用 我觉得也很好玩 因为在今年的Touch台湾奖上面 确实也有展出这样子的鱼缸 呃他这个大的AI鱼缸呢 其实他现在已经在 哦其实好像是基隆的海洋馆 好像已经开始 已经有在 有在展示了 那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个很好玩呢 因为呃我们可能有去过一些水族馆过分 通常鱼缸是蛮大的 那你当你就是这样接近这个呃 你接近的鱼缸的时候 你会看到就是比如说这个这个热带海洋区好了 啊里面的鱼种可能就非常多 尤其是在那种国际比较大一点的 就是如果大家可能呃离我们比较近的 大概就是冲绳的这个水族馆 大家如果有去看过哇那个水族馆其实非常的大 然后你一抬头你可能看到比如说像金沙就 那金沙因为比较大所以你可能就会 哦知道他是谁 但是他的身边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小鱼儿 你就会觉得哇这么多鱼哪一个是哪一个 然后他们到底就有什么样的名称 或是哪一个好可爱我想认识他 那所以呢其实有一种这样新的应用就是 哦当你这游客呢走进这个智慧鱼缸的时候 这鱼缸他其实可以自动的感测 哦今天有一个游客站在我水族馆 呃这个鱼缸的面前 那当他侦测到有哦比如说从左边开始有一只黄色的小鱼儿 他靠近你了这个鱼是什么鱼 他就会自动哦这个资讯就会显示在你面前的这样子的玻璃上面 就会告诉你说哎你现在看到的鱼种是哪一种 他有什么样的特色 所以他正从你的右边这个角度游过来要游到你的面前 那除了这个右边这个小鱼儿之外 你看那个左上方有一个蓝色鱼儿 他现在也准备要游到你的面前咯 他又是谁 那他比如说他是群居的特性 还是他只喜欢一个人或什么之类 他其实就会把这样子相关的资讯 然后就是介绍给你 那除此之外呢 你其实可以用那个手指头动一动挥一挥 那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就跟这个系统你可以跟他互动 就告诉我说可能我不想要只认识那个游过我面前的啊 在那个远方有一个嗯长得很奇怪 好像就是长得很特别 我想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鱼类的时候 你其实就可以指一指 然后告诉那个系统说 哎我想要认识那条鱼是什么 你可以有一些这样子的动作 然后让系统知道说哦你想了解哪个鱼类 他就会把他的资料就从资料库里面抓出来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而且目前这个系统呢 呃文资物名我们比较是成人 可是他其实有考虑到可能会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会有户外教学去到这样子的水族馆或海洋馆看这些小就是小鱼儿 所以他们其实这个呃他是一个身高130公分左右的儿童哦 即便是这么呃稍微高度没有那么高的小朋友 他站在那边哎他其实只要看到有小朋友有人他只要是在那边挥舞双手 然后或是有些手部的知识的时候 其实他都可以感受到他都可以把这些小鱼儿的资讯都交出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好像都活得还蛮 我觉得好像真是蛮智慧的 以前去那么大这个水族馆就是眼花缭乱的看这么多小鱼 嗯但是不晓得他们叫什么名字这样子 但是不晓得他们叫什么名字 对对对所以觉得我好像有这些系统真的好方便 嗯对啊而且你看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 其实像你如果想要认识哪一只鱼的话 你去点一下然后哎他的那个所有的资料都秀出来了 等于是你除了观想之外啊 其实还可以就是说发挥很多的那个增长知识的一个功能 然后其实对对一些像那个小朋友啊 学生他们这种户外教学啊 他其实真的是可以发挥一个更大的更大的一个帮助这样子 嗯嗯那请问一下哈 那就像比方说如果说哈 就是说这个呃就是说这个AI的这个鱼缸 他有没有一些呃空间大小的一个限制这样子 就是说他是不是一定要有很大的空间才可以去放这个AI的鱼缸呢 我那时候看我记得那个鱼缸 他现场展示的鱼缸其实是稍微大一点点的 因为看他后面还有一些系统要放 我目测好像至少 应该是要100x100以上的浴缸 那其实蛮大的 其实要蛮大的 才比较好放一些系统 觉得应该是 那我再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刚刚瑞璇你也稍微有提到过一个 就是这个透明的这个显示的荧幕 运用在这个观光渡轮上面 那我现在想就是说 可不可以请这个瑞璇 再帮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未来这个透明显示的荧幕 它如果说它跟这个观光船结合的话 它怎么样来发挥这个 在导览系统上面的一个功能呢 最主要就是像我刚刚也有提到说 比如说这个船 它如果真的途经哪一个地点的时候 它会特别的秀出来 那因为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说 因为友达是在去年 他就在高崇的雅湾打造这个智慧渡轮 可是大家想看 我们可能不只有高雄这个地方有这样所谓的渡轮的需求 那比如说可能在我们的北部啊 或其他地方其实我们也有需要 那我觉得比较常想到就是其实在欧洲这样 因为欧洲它有很多的那种是所谓的河轮这种 就它可能是沿着一条河 它可能就会从哪一个国家开始游玩到哪个国家 那你看你在沿路上这么多国家的时候 你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在听你的旁边可能有导览员或什么 你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河轮上想要跟朋友啊 走一走啊或是在他的小爸上面喝个小酒 可是当他比如说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 你身边没有导览员 但是你刚好经历 经过一个比较特别的景点的时候 他就可以在这个游客附近的玻璃窗上面 显示出说 哦这个是哪里 你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哎这地方很漂亮啊 有什么样特殊的历史的意义 所以其实大家一直都觉得 未来就是我们虽然在台湾是用比较小型的渡轮 但是慢慢的也许它可以发展到更大的这样子的观光的河轮 或是其他观光船上面 所以大家其实对这个 尤其是比如说 我觉得相信很多人去到特殊的景点地方 你会想要知道一些历史 但是你又不想要就是导游天天跟在你身边 哎这就是很方便的方式啊 你就开始有一些 简单的文字叙述在上面 哦提醒你说这地方很漂亮 哦你站在河轮旁边 你可以用什么角度 可以跟他拍个照或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应该会是很新的应用 嗯 我了解 哎那另外好 就是说你们这边有讲到 就是说像这个高雄亚湾这边有一个 这个友达他们去年所打造的一个智慧渡轮 那可别介绍一下 就是说哎这个友达他去年在高雄亚湾打造的 这个micro LED的智慧渡轮 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哦据我听到的是说 他可能就是装设在一个窗户上 哦哦 他就装设在船内 然后他就是 可能说有些资讯就可以显示在上面 对啊 所以大概就是跟我前面介绍差不多就是 哎比如说这个船到了 期间或是到了哪里的时候 他就会秀出来 那当然除了这个智慧渡轮之外呢 其实哎不只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像这样子的 可以应用在办公室上面 然后包含其实大家可能都没有想过还有几个应用的场景哦 就是像比如说大家的家里都会做玄关 哎 那个玄关上面装了一个 对 装了一个玻璃 然后上面其实可以有一些资讯显示给你的时候 哎我觉得很有趣 比如说你要出门前 哎到底我要不要穿外套 到底我今天冷不冷 或是我要怎么搭配 哎你稍微看一下这个点一点这个玻璃 然后它上面可能就会很简单的告诉你说 或者是你跟家里的那个智慧音箱对话说 哦那个嘿谷狗请帮我查一下今天的天气 哦查完之后不止这个黑谷狗可以就是用声音的方式告诉你 他可能也可以直接投射在这个面板上面告诉你说 哎今天的天气是怎么样 几点到几点可能会下雨 或是几点到几点可能风很强很冷或湿度怎么样 这些资讯就可以显示出来 就是他们有考量的一个哦 那除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可能 嗯也可以想象得到就是 大家可能在经过这个百货公司的时候 百货公司的橱窗里面总是让你真的眼花聊 让有很多新的商品嘛 哎给你就会想说嗯这个衣服很漂亮 它是搭哪一个裤子呢 他们都是同一个品牌的衣服跟裤子吗 还是不同品牌 那帽子就是哪个品牌的呢 这行业就是哪个品牌呢 哎他就可以显示在这样子橱窗上面 哦你就可以知道说OKOK 这个如果我等一下要去逛街的话 那我可以直接去哪一个品牌商这边去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 就是他之后的应用应该会很多元很广 就包含你的家里的玄关处 或是你的一些智慧的橱窗里面的一些商业展示 哦这个都是比较大型的 那今年大家可以实际哦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呃 展示出来的新应用 也就是呃除了有几个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亚万的渡轮上面 已经展示出来 就真的实际使用 但其他很多还属于比较是展示的阶段 也就是他们开发出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概是呃 怎么样的状况 那大家可以呃第一手接触到 就是听说今年下半年会有全 就是会有第一款的这个microLED的智慧手表出来 那当然他现在应用在手表上面 可能是比较小的尺寸 大概是1.39寸左右 那大家就是慢慢未来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可以 小型化这样子 对对对对 就是从小到大 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个microLED的呃 应用出现在这边 所以应该接下来我觉得预测个 大概两三年后 我觉得可以看到microLED的应用 就是会越来越遍地开花 嗯嗯嗯嗯嗯嗯 了解 所以说像在这个高雄亚湾的这个渡轮 它是已经实际在这个 在这个运行的 就是说我们都可以直接去体验一下 这个亚湾渡轮 它上面的一些最新的这个microLED的 这个智慧型的设备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但是就是说至少它已经有问世了 然后接下来它可能就是 要开始进入商转的阶段 对不对 商转阶段之后 那可能就是大家每个民众就说 只要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你都可以去购买它 都可以去装置它这样子 那我在这边再想请问一下 就是我们还是回到那个 刚刚解锁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自己是感到 就是我在解锁的这个部分 这个生物 生物辨识的这个解锁的功能上 其实我蛮 就是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想多问一点 像除了在汽车解锁之外 另外就是说 目前面板上面这个生物辨识系统的解锁 还有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其实像现在这样子面板 我觉得大家最常会使用的 就是应用在手机上面 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只要是个锁 都可以使用这个新功能 门锁也可以 门锁也可以 也可以哦 那一百个也可以吗 对一百个也可以 那其实 其实这个技术 发展起来并不是很容易 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就会说 不是啊 那可是我以前 就是其实我们好像 是那个指纹解锁 手机已经很多年了 没错 那个是很多年之前 其实可是大家如果有印象 尤其是用 Apple iPhone的朋友呢 你们可能就会 比较有印象 其实第一代的这个指纹解锁 它是做在一个小小的 那个圆孔上面 当你在用智慧解锁的时候 其实是用那个圆孔解锁 但是呢 大家可以想 就是现在手机 有一个新的趋势 在于是所谓的 就是全萤幕的部分 也就是说 这个智慧解锁功能 是要整个做在 这个面板下面的 面板玻璃这个地方 就是它已经没有一个 单独的像以前 就是有一个Home键 所以其实 大家一直都在研究说 我要如何在 这个透明的面板 这样下面 然后开始有这样 这样子的感测技术 所以其实感测技术 还有很多种 像什么光学的感测 电容的感测 甚至还有超声波的感测 其实我们的上游 就是所谓的触控面板厂 包含这个陈宏 夜城这些公司 他们都一直有在 研究这样的技术 所以其实比较是一个 应该是说 我觉得很多像 大家其实现在开始用的话 其实大概都知道 比如说苹果在前几年 当它还有Home键的时候 它比较多是用指纹剂的 所有的部分 那现在大部分都是 使用人脸辨识 但其实有一些朋友们 有一些国粉就说 我还是很想要 就是使用那个指纹辨识 特别还给我指纹辨识 对 所以其实很 对很多 这汉文键你应该也有用过 有 我觉得 我觉得人脸辨识 跟指纹辨识 它最大的差别 其实在于说 那个地方有没有光 有没有 就是如果说 我纯粹依赖人脸辨识的话 那完蛋了 我进到一个 那个黑暗的房间里 或者它光度不够的时候 然后我这个时候 我可能就只得 乖乖去输入密码 可是它如果说 它两个我都可以用的话 那我就是说 有光的时候 我当然就是说 不用去用指纹 它直接 我直接就看着它 它就可以帮我解锁了 但是没光的时候 我至少我还可以 就是动动手指头 然后就可以帮我解锁 所以当然如果是 就是说 以一个苹果使用者来讲的话 我也其实希望说 两个都有最好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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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所以说瑞轩 我想再请问一下 就是说 因为在这个 我发现这个 面板的这个技术 就是它有两个地方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一个是说 好像它的穿透力 特别的强 对不对 所以它可以达到 一个很高的 一个辨识度 这是我发现的好像 因为中关你刚介绍的这一些 我有发现说 它们好像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性 就是说第一个 它的穿透力 真的是蛮强的 然后还有第二个 就是我觉得说 它们其实是 很强调一个视觉 就像你刚刚讲的 那个AI的 那个水族虾 对不对 就是说 小朋友 它其实只要是 看着它有兴趣的 那个鱼 然后就是说 就可以帮它 就是跑出很多很多很多 这个相关的 这个资料 就是它可以直接去 对你的眼神对焦 这样 因为我就觉得说 它其实 它本身的这个 感知的功能 好像也非常强 对不对 应该是说 第一个在于 这个面板的技术上面 所谓穿透力 强应该比较是说 它可以做在 能够有穿透力 因为以前呢 它是没有办法 做在所谓的玻璃 或是透明的板子上面 因为它的 就是我们刚刚有前面 提到这个技术上面 它的没有办法 做到这么样的高亮度 你要做到 可以让它在 玻璃这种 穿透力强的材质上面 能够有这样 穿透力 它一定要有 够高的亮度 跟够高的对比 你才能够在 这样子透明的材料上面 看到 它会呈现 什么样的画面 因为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 整个 怎么讲 就是你穿透过去之后 如果你看不清楚 这个透明玻璃 上面的资讯的话 其实 那就也就没效了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强调说 它是高亮度跟高对比 因为它在这样子的材质上面 可以显现出来 就是以前的技术 很少能做到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在这个 比如说AI鱼缸的部分 因为第一个当然 它就是可以在透明的 这个玻璃上面显示 但其实它后面背后也少不了 就是其实它在这个 鱼缸的后面 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呢 会有一些小小的设备在后面 那这个设备 它可能就是里面会包含 就是有所谓的camera等等之类的 它就可以去感测说 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手势 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就其实它 我们看到是一个面板 但是它背后联动的 还有很多的 包含是设备的东西 包含是我们所谓的 软体的撰写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都是后面 它可以帮助 它有这么好呈现的主音 所以就为什么我们说 今年micro-ed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它真的是整合上下游 除了原料 原料比如说LED的精力等等 值得一路做到 下游的解决方案软体公司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哇今年这个新的应用 未来应该在两三年之后 会爆发出来 了解 哇今天真的很高兴 能够请到瑞选上这个节目 因为我透过你的这些解说 我也上了一个 非常非常充实的 关于这个micro-LED的课程 包括说它的 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还有它替我们的这个生活 所带来的这个便利性 感谢各位听众收听 白话财经 我们下周见 更多精彩的报道 请搜寻vip.udn.com 联合报数位版 邀请您订阅支持